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赛马场地,顶级的马匹管理和训练,一年中有超过12个国际一级赛事在这里举行,也是被公认的全球最先进的赛马地区之一。 每周的两场比赛,几十匹骏马在绿鹰赛道上急速驰骋,激烈的氛围能瞬间引燃数以万计现场观众的热情。 在香港有超过1100匹赛马,在大多数的时间里,这些赛马需要在沙田的马场进行训练和生活。 由于城市空间的限制,香港赛马的数量已经很难再增加。 从香港一路往北,在距离200公里左右的广东从化,香港赛马会新建的从化马场已经投入运营。 它像是赛马们的游乐园,又像是他们五星级的家。 每周二和周五,这些前往从化马场的赛马会在香港搭乘特别定制的车辆,在专业人员的照顾下前往新的基地。 运输车辆能被实时全程监控,车厢内可以实现温湿度控制。 再加上随对的医疗保障组,充分保证了赛马旅程的舒适和安全。 从2018年8月至今,两地之间已有接近2000匹次的往返运输。 直到今天为止,我们大约有170几匹马在从化,而每一个礼拜我们有两次来回香港和从化的马匹运送,每一次大约运送20至30匹马。 所以平均来说,我们在从化的马场大约有200匹,香港有1100匹。 香港赛马会两地马房运营及马主服务部主管郑启龙介绍,通过广东海关特殊打造的赛马通道,这些赛马可以从香港直达从化马场。 广东海关相关负责人透露,流程上简化了进出境赛马检疫监管手续。 再加上高科技设备的辅助,赛马过关甚至可以达到秒过。 从化马场占地150公顷,拥有8栋单层马房和1栋双层马房,最多可以容纳664匹赛马同时入住。 这里堪称马匹们五星级的家。 在紧接的马房内,木康地板、沐浴、休闲的功能一个都不少。 设置有空调及暖气系统,常年恒温在24度左右。 高达8米的马房,比香港的马房高出近一倍。 马房外围设置了让马匹享受日光浴的室外休闲区。 四匹供马匹赛前热身的新马机上,加装了上盖,下雨天也不耽误训练。 其实从化马场的条件就十分之优厚的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设施是全世界最新和最好的。 马匹从香港运渡上来,在一个这么优良的训练环境之下, 对他的情况、情绪、体能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变成他回到香港出赛表现的时候,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眼前的这一片是马场游泳池,设有直到河湾道。 泳道长度均为70米,最深的地方达到2.6米。 泳池只为马匹服务。 相关负责人介绍,平均体重达到1000斤以上的赛马,四肢承受的压力非常大。 游泳对于缓解疲劳、恢复体力的作用非常的大。 游玩游,马匹可以在放草修养区修身养性。 马场设置了20个修养区供马匹游乐,最小的为800平方米,最大的超过1500平方米。 它可以更好地使紧张的赛马放松下来,以及达到良好的恢复效果。 这个休闲区域是香港的马场所不具备的。 重化马场也有很多新的设施是我们香港没有的。 譬如大家今天看到的登山跑道,马匹的休养区, 甚至乎是马匹的康复中心里面有很多先进的器材, 令到有脚患的马匹都可以能够加快它康复的机会。 所以变成有了重化的马场,令到我们的赛马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。 俗话说,夜经于晴,晃于稀,每匹加值上百万的赛马, 不能只贪图享乐,还要准备比赛。 从化的马场内拥有和香港马场几乎一致的三条跑道,供赛马训练。 同时还新增了一条登山跑道,跑道全长1100米, 并以1.54%的幅度持续上升。 香港赛马会从化马场赛事运营及跑道经理黄泽信介绍, 登山跑道对于培养参与长途竞赛的马匹,作用非常大。 因为马一般它的前脚就是比较受力的,因为马头在前面, 60%的马的体重在前面,所以马前脚天上会比较强壮一点。 登山跑道有机会给它练到后腿,而且要给它练一下气量, 所以就这两点就是对马在培养它们在长途方面发展会比较有优势。 赛马如果出现伤病也不用担心。 从化马场的马医院拥有世界最顶级的设备, 可以为马匹做简单快速治疗,也可以做大型的手术。 获得国际认可的三个兽医随时后诊,为这些特殊的患者提供服务, 而所用药品全部与香港医治。 可以说98%都是运动损伤, 就比如说它关节哪里发炎了,或者它的根肌受损伤了, 大概都是这样的。 砖是长住在重化的, 所以确保这里的兽医服务的水准与香港是一模一样。 马匹还可以在康复中心内享受各种精品级的服务, 水利跑步机可以帮助马匹更快地恢复体力, 水疗SPA有助于伤口的愈合以及保健作用。 当然,安全也不仅仅只限于可以看得到的地方, 为了防止赛马受到感染, 从化设立了全国第一个马匹无疑区, 从化马场及其周边地区均属马匹无疑区。 在马场5公里半径范围内, 均不容许有其他的马匹进入。 马场按检疫场地要求严格运作, 设置了带电的生物安全围囊环绕, 所有进出的人员和车辆均需要通过消毒后才可进入。 郑体荣认为, 从化马场解决了香港赛马产业土地不足的问题, 为赛马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。 他希望未来从化将有越来越多的赛马到来, 而香港的赛马产业也能发展得更加壮大。 有了从化马场, 开了之后, 我们可以将一部分的马匹运上来从化训练。 这样我们在沙田马场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大规模的重建计划。 因为沙田马场已经40年了, 很多设施都已经很残疚。 另外,香港我们从化马场开了之后, 我们在香港的马匹的数目可以增加, 这样可以将来我们如果再增加赛事的机会也都大了。 我们马匹的数目增加了, 相对上也都可以令到有兴趣做马主的朋友或者会员, 他申请做马主的时间是大幅度减少了。